包刀手透透单元 我们今天来学学 凤梨的手语南部跟北部有何不同 南部手语凤梨是手在头上动 或者是笔在手背上切东西的样子 第一种笔法是把脸当成凤梨 头上是凤梨叶手语取叶子的部位 第二种笔法是把手当成凤梨 在上面削皮 后来就直接笔切花纹的样子 至于北部凤梨的笔法 是在脸的上下方把手打开 凤梨 跟刚刚示范 南部的第一个笔法是一样的 都是用凤梨的外观来表示哦